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讲一个三年前开始就有人希望我们讲的 辛普森语言 辛普森语言是来自美国一个长年播放的动画片 叫做辛普森家族 然后这个动画片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场景、事件 本来都是虚构的 后来都成为了现实 而且这个精准度有点吓人了 一会我讲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辛普森家族这个动画片 辛普森家族是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创作的一部成人动画情景戏剧 这个剧从1989年开播 到现在为止就是每年一季总共34集 700多集 现在正在播放的是第34集 一直在持续更新 对,没断过 所以是一个超长寿的节目 辛普森家族的主要角色总有五个是一家人 就是爸爸和马 妈妈马齐 儿子巴特 两个女儿,一个叫Lisa,一个叫马齐 然后家里有几只猫和一条狗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 这个剧的内容就是通过这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来幽默地讽刺一些美国社会现实和展示人生白带 好,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辛普森家族一些非常有名的语言 先说一个比较近的 就是我们前两天刚刚做了一期节目 叫阿尔特密斯计划 里边有提到就是现在有些有钱人 正在开发宇宙旅游项目 其中我们就提到英国贵族 李查德·布莱森爵士 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乘坐自家的维珍航空公司飞行器 进行了一次太空漫游 然后维珍公司就把这个录像放到YouTube上了 结果一些辛普森家族的忠实观众发现 这个布莱森博士的太空漫游场景和辛普森家族 七年前的一个桥段内容非常类似 然后把对比截图放在了网上 这一集是辛普森家族在2014年3月份播放的 第25集 第15集的内容 说有一个白头发 白胡子的亿万富翁 在宇宙飞船中悬浮着欣赏自己的一幅艺术作品 那他有真的欣赏吗 没有 但是白头发 白胡子 就和布莱森爵士对上 由于这个场景和布莱森爵士的太空漫游非常类似 所以这个图片在网上疯传 第二天 维珍公司也注意到了这张图 于是转发了这个内容 说辛普森家族真的预演到了 不过有些人也觉得这场场景有些不同 最明显的就是动画片中的大富豪是欣赏画作 而谢神仲的布莱森爵士并没有欣赏画作 而且布莱森爵士是有戴墨镜的 动画片里没有 穿的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 所以有不少人认为 这并不是这次太空漫游的预演 而是布莱森爵士下一次太空漫游的预演 就是如果他下一次穿上了白衣服 摘掉了墨镜并拿了一幅名画上去了 那基本上就是完美的预演 不过说实话 提前7年就能预演到这个场景已经是相当惊人 今天介绍的这个辛普森预演 大概都是这种感觉的 就是从感觉上非常的像 当然也有内容上十分精准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辛普森预演当中最著名的一个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辛普森家族的第11季第17季中 描述了一个未来场景 就是说辛普森家族的儿子 成为了一名落魄的摇滚歌手 而女儿Lisa成为了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Lisa在记者发布会上说 我们从川普总统手里那里继承了现在这个烂谈 要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川普会当总统 虽然那个时候川普已经从政了 没想到17年后的2017年 川普真的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Lisa不是川普总统的继任者吗 她当时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这个川主和2021年川普下台继任的 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贺锦丽的形象几乎一样 这也太像了吧 就是 感觉都有点故意往这靠了 要知道这个动画片是20年前 也就是说既然关系对上了 川主也对上了 贺锦丽注意到这个摄影也转发了一个截图 她们是故意在撑着热毒吧 不知道 一般都是事情出来之后 被这个西姆森家族的忠实观众注意到 发上去 然后他们才会注意到 不差 那可能性也不大 她就转发了些也没再怎么样 那么很多熟悉西姆森家族预言的观众 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川普总统扶电梯的场景 还有演说的场景 在西姆森家族这个动画片中都有出现 几乎也都是一模一样 这些内容其实不是2000年立即出现的 2000年立即川普没有出现 这个内容是2015年的 就是川普已经宣告说我自己要竞选总统了 然后西姆森家族为了讽刺川普 故意做了这么一集 没想到川普还真的当选 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西姆森家族预言川普当选是真的 只是里面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2000年的 他们最开始讽刺的意思就是川普不能当选 他们就觉得川普不能当选 后来有采访 他们说没想到 真是令人太失望了 居然预言准了 那么下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预言 就是1993年5月份上映的第四季第21集中 描写了一种肺炎 叫大阪肺炎 感染症状和现在也很像 有一个人相信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预言 好同样是1993年 西姆森家族还预言了一起事故 就是齐格弗里德和罗伊的老虎袭击事件 齐格弗里格和罗伊 是拉斯维加斯非常有名的一对魔术士和驯兽士的组合 他们管这种叫奇术士 不是单纯的我们理解这种魔术士 也不是驯兽士 他们表演中主要以大型猫科动物为主 比如说白虎或者白狮子 然后他们就和这些白虎白狮子跳舞之类的 非常不可思议 两个人以前的表演主要是在邮轮上进行 从1990年开始搬到了拉斯维加斯进行表演 是当地标志性的表演之一 但是在2003年10月13日的时候 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米高梅国际酒店 和一只七岁的白虎进行表演的时候 这个白虎突然袭击了罗伊 并将其咬成重伤 事后虽然罗伊捡回一条命 但是他的脊柱严重受损 丧失了一定的行动能力 因为这个事故他被迫结束了自己职业生涯 后来十几年时间都在长期的恢复这种 事后罗伊表示他不怨恨这只白虎 他甚至感激他放过他一条生路 所以他希望警察也好或者是动物员 不要伤害这只白虎 那这只白虎最后怎么样了 这只白虎活到了正常年龄 17岁的时候病死 而罗伊在事故6年后 2009年的时候 再次见到了这只白虎 并和他完成了最后的表演 那个时候罗伊还没有完全康复 行动能力都是受限的 但是他觉得 这个事不怨这个老虎 这个事故当中有两方在争论 不是和老虎争论 是这个训兽师和他们这个表演者在争论 表演者认为训兽师没有安抚好老虎的情绪 不是训兽师和表演者不是一个人 不是训兽师是在后台进行训练 然后喂养他的人 而表演者是在前台 按照一些固定的指令 按照一个固定程序进行表演的 这个训兽师呢 这个训兽师呢 就是说表演者呢 没有按照程序进行表演 所以激动老虎 为什么不训兽师自己来表演呢 那也有参与训练嘛 可能 别人训的让你去表演 你敢吗 我不太敢 所以双方是有争论的 这个不好说 对 这个事情最大的隐患就在这里 哦 别人训的老虎来 是的 不过这些表演者和这些动物 应该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应该是 对平时应该是有接触的 只是有专人进行喂养和调训的 罗伊呢 是在2020年感染新冠理事 想年75岁 而他的搭档呢 是在2021年 就是一年后因癌症理事 想年81岁 两个人都是德系美国人 就是在德国出生的美国人 其实他被咬的时候 这个训充师又冲上去 进行阻拦 但没有成果 他们用肉去吸引老虎 什么都没有成果 最后是用灭火器 就喷出来这个雾 让老虎 对 让老虎 他咬住不撒口 他咬住罗伊 把他叼出去了 咬住脖子也叼出 就像叼一个小老虎一样 给他叼出去了 他可能没有想伤害这个人 其实老虎一开始咬住了他的袖子 他就有喊 放开放开 这老虎可能一下受惊了 就很害怕 就直接冲上一堆人 就想阻止这个事情 结果就是老虎就把他叼住赶紧跑了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认为老虎救了他一命 实际上叼出去没有再伤害他 但是叼出去就咬住了脖子 造成了他很大的损失 脖子这个地方 不仅伤到了声带也伤到了脊椎 是这样一种感觉 是这样啊 所以他才敢再去见这个老虎一面 是不是 这老虎并不恨他 也不是想伤害他 是想保护他 有可能是想保护他 最一开始可能是想玩 他跟这老虎也很亲近 拿个麦克风就靠近他 这个老虎突然就咬住他的袖子 你们咬他的手 他就挣脱 松开松开 这老虎就不松开 就站起来了 一下冲上一堆人 就害怕了 观众可能有人尖叫什么之类的 老虎就更加紧张了 而这个魔术师被白虎袭击的情节 在1993也就是十年前 辛普森家族第五季第十季中 有演 内容几乎一样 就是一个白头发和一个黑头发的魔术师 在和白虎表演的时候被白虎袭击 他俩也是一个白头发一个黑头发 这些剧本到底是谁写的 这些剧本就是有一个专人写的 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写的 不过在1993年的时候 这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已经相当有名了 所以可能就是故意写他俩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有任何事故 在那个动画片里出现了一个老虎咬人的情节 老虎咬人在动画片里的原因是 他突然想起来了 他是怎么被抓到这个地方 很生气 就把这个魔术师给咬了 好 下一个1994年 今天我们这所有的预言 都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讲 1994年第五季第十三集中 展示了一个藏在帽子中的摄像机 很多人认为这是预言了Gopro的诞生 Gopro是在2004年 也就是10年后 同样是1994年 第六季第十九集中展示了可以视频通话的电话 还有能打电话的手表 这些设备也都是10到20年之后才出现 1997年9月份上映的第九季第一集中 有一个画面在2001年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就是这个画面 画的是纽约杂志一本9块钱 但是非常诡异的是 久的后面出现了双塔 总成的特殊含义 这个双塔就是世贸 那么在1998年11月份上映的第十集第五集中 有个画面是20世纪福克斯的广告牌 下面写了一趟小字 迪士尼公司的子公司 当时福克斯和迪士尼还没有关系 而20年后 2017年迪士尼有524亿美元股票 将21世纪福克斯收购 他收购的是21世纪福克斯 那个牌子上写的是20世纪福克斯 20世纪福克斯其实是21世纪福克斯的子公司 好,2017年辛普森家族上映了电影版 里边有一个情节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辛普森家人的对话 在电影中 美国国家安全局雇佣了无数的工作人员 监听所有美国人日常对话 结果2013年也就是6年后 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斯诺登的出头 揭灭了棱镜门事件 按照斯诺登的手法 就从2007年小布什时期开始 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启动了一个 级密的窃听计划 称这被棱镜计划 他们会窃听人们在网上的一切活动 当然也包括电话线 所以算是辛普森家族 提前6年揭露了这个事情 比斯诺登早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棱镜计划》也是2007年 这个电影也是2007年的 谁早的问题 后来采访知道了 这个电影是从2001年就已经敲定了 动画是在2016年制作的 所以有可能辛普森家族 要比《棱镜计划》还要早一点 这应该是一个预言 不过就算是辛普森家族 比《棱镜计划》晚一点 也是相当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棱镜计划》是极端高机密的一个事情 不是最高层一般接触不到 按理来说这个编剧应该是接触不到的 这么长寿的一个动画片 它可能有什么背景呢 应该有点什么背景 那么关于斯诺登和《棱镜计划》以后 我们会在会员频道里 专门做影评给大家讲解 这个不能放在外面 好 下一个 2010年辛普森家族第22集 第一集中 巴特辛普森 也就是辛普森家那个儿子的同学 还有她的妹妹打赌猜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后展示了一张打赌的单子 里面出现了经济学奖获得者 霍尔姆斯特伦的名字 而6年后呢 2016年 霍尔姆斯特伦呢 真的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置之后 麻省理工还特意发了这个照片 说辛普森语言又走 霍尔姆斯特伦呢 是芬兰的经济学家 但是在麻省理工工作 当然在2010年时候 霍尔姆斯特伦呢 也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了 获得诺贝尔奖吧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只是啊 经济学家太多了 能够在众多的经济学家中挑霍尔姆斯特伦呢 是相当厉害的 他是经常猜吗 还是就猜这一次 就猜这一次 就猜中了 是不是很厉害 他要总猜的话呢就没上来 2012年5月20日播放的辛普森家族 第23季最后一集中出现了Lady Gaga 里面呢有她吊着威亚冲天而降的画面 当时Lady Gaga已经相当火了 所以这个影片里面 这个人就要Lady Gaga 但是这个表演的内容在现实中是没有的 直到5年后2017年 Lady Gaga呢 参加超级晚的中场表演中 真的吊了威亚 从天而降 和冬瓜比那场景一模一样 可是像这种超级明星开演唱会 吊威亚不是尝试吗 啊 难道也是啊 好 这个就不算了 他重的太多了 这个随便就可以不算了 好 下一个2014年3月30日播出的 辛普森家族第25季第16集中 有上演一场世界杯足球赛 显示德国2比0战胜的把戏 结果半年后世界杯上 德国在半决赛中7比1战胜巴西 最终又战胜了阿根顶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比分不重要 对 比分是不同的 但是辛普森家族能够预言 德国对上巴西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猜对德国声 这届世界杯是在巴西举办的 巴西东道主啊 而且德国是第一个在美洲土地上 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欧洲国家 咱们之前都没有 所以他这个预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说当时巴西输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的核心队员内马尔在之前的比赛中严重受伤 这个受伤啊 辛普森预言都预言到了 他这个动画片里没有人叫内马尔 而是有一个巴西球员叫 Eldebo 这个球员其实就是影射内马尔 一上场就表演各种架摔 然后在比赛中真的摔倒了不省人事 被抬出场外 最后我说摔死了 然后又复活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讽刺的动画 结果四个月后内马尔就真的严重受伤 这算诅咒 看来内马尔有看这个动画片 接受到了这个诅咒 下一个就是最近起的俄乌战争 那么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网上疯传三张图片 就是这三张 所以辛普森家族在1998年的时候 预言了俄乌战争 并预言在2022年12月4号的时候 会引发核战 但是后来知道了这三张图片 除了左下角这张 剩下两张都是假的 批图的 辛普森家族并没有出现那两个情景 左下角这个按钮是有的 但是不是核按钮 它这个按钮也认了 俄罗斯就变成苏联了 是这么个按钮 所以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真的语言 但是在1998年第9集第19集中 确实提到了俄罗斯可能引发战争的问题 这一集就是说辛普森的爸爸 河马参加了美国海军 并被安排在了核潜艇上工作 结果辛普森爸爸一不小心 把舰长从鱼雷发射管中发射出去了 并驾驶核潜艇进入了俄罗斯的海域 美国以为核潜艇要叛逃 俄罗斯以为美国要攻击它 于是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军事冲突 然后俄罗斯一按这个按钮 就排子一翻 俄罗斯变成了苏联 所以辛普森预言实质预言的是苏联的重生 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情节就是 列宁突然从棺材爬出来了 这个动画片就在这种感觉上 这也会实现吗 这应该不会实现 大家注意啊 这个假图中的右边这个也确实是普京 普京这个形象在辛普森家族出现过好几次 能有8次 这个普京的形象是来自于2016年辛普森家族的一个多案篇 他衣服上现在写的CCTP嘛 原先不是这么写的 写的是波士顿红帽 是美国棒球队的一个队服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感觉很有可能发生 但现在还没发生的 就是在2011年辛普森家族中啊 这个Lisa又去到未来了啊 他进到了一个谷歌之门里面 到了这个谷歌系统的内部 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啊 即使你已经奴役了半个世界 但是你还是一个该死优秀的搜索引擎 预示着谷歌可能未来会控制半个世界 就说这个世界有一半会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当时的谷歌就是没人的 就是一个大脑一样的 还有呢就是最近在网上疯传 说辛普森家族2003年的新剧集中呢 有预言就要爆发世界范围的丧尸病毒 这个内容呢还没有上映啊 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说是呢牛感染这种丧尸病毒 然后人吃了这种牛肉做的汉堡之后呢 就会变成测试 传播到全世界范围 世界就毁灭了 这个内容要等真的剧集出来之后才知道 还没出呢 对 有人爆料的 现在正在进行第34季嘛 那他就不要播出了 就不会变成真的啊 我估计播出也不会变成真的 其实他这个动画片里边 大部分内容是很夸张的 很荒诞的 就是感觉啊 正常的他里边的所有内容都不可能实现 结果呢偏偏就实现了很多 由于辛普森预言的内容非常的精准 所以有些人怀疑啊 辛普森的这个编剧可能是知道点什么内幕 或者啊 他就是能看到未来或者未来的人之类的 是吧 他用这个方法让大众更容易接受 对 有点类似于那个光明会卡牌的感觉 哦 这些都是恨人啊 哈哈哈 可是就算那些他有内幕有消息 但是老虎咬人他控制不了 哦 那这么说他应该是能看到未来啊 他可能看到很多景象 然后就分别写下来 是吧 拍出来 其实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未来啊 你只要反着预测的话 基本上都能住 不知道大家买股票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买独彩不就是要反着买吗 哦 你感觉谁能赢他就要 别输口大海 原来如此 好 辛普森家族呢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动画片 他现在还得继续出新的剧集 说不定以后又出来一些什么特殊的预言 是吧 以后有机会再给他继续做演 西文森家族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 就是这个剧放了30年 里面的人年龄没有长 是吧 他就说不定了 是他觉得不定了 是吧 嘿